为鼓励餐厅使用有机或友善农产品为主要食材 台东县政府从105年开始举办台东食材友善餐厅 今年争选活动再度开跑 报名的期间是9月10号到10月9号 台东县政府邀请所有餐厅业者一起来参与争选 共同营造台东健康无毒的饮食环境 为了鼓励业者参加台东食材友善餐厅的争选 农业处副处长马志安示范 如何利用在地友善农产品为食材 制作木鳖果炒面 一下子就让现场香味肆意 令人口水直流 那这个争选最主要目的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食安的议题 一直是很肯的议题 希望大家可以吃得健康 那我们持续的依照农委会的三章EQ 我们在推动一些食材的认真的方面 持续在努力 那大家可能有些先民等大家不知道 我们台东县的友善耕作的面 有机耕作的面积 在全国大概10% 目前是排名第4名 那在友善耕作的面积 大概18%左右 大概是全国第2名 那这个在全国里面都已经是 都排名在很前面 台东县政府自105年起 办理台东食材友善餐厅的征选活动 鼓励业者使用有机或友善农产品入菜 今年征选活动再度开跑 其实我们一直在修载 这个相关的一个比赛的内容 跟规章在征选的过程中 如何选到我们最适合的这个厂商 来担任我们这个台东的一个门面 变成一个食材友善的餐厅 这样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在这个评选过程中 分为两个奖项 第一个叫做标章奖 第二个叫死材奖 死材奖会通过一星二星跟三星奖 成绩高的就是三星奖 然后依此类推 然后这个通过门槛的是一星奖 那如果整个评选起来 分数是非常的达到标准的话 就是得到标章奖 配偶活动呢 我们有一百一十五位的友善农友 可以提供给我们的友善餐厅的业者 可以去选择一个优良食材 标章其实我一直自己 看委员来到我们店 其实不会赢 就是一些卫生环境的一些 包括管理储存空间的那一些 说以身作者来 我们先把我们自己本身做好 让大家有目共睹 那在这几年下来之后 其实三四年下来之后 不会演 那像生意上也生生日上 那我也是希望大家 都有目共睹 找向大家来 把我们台东的农业 把我们台东的一些食材上来讲 能够更推广出去 让大家来到台东 就是我要找在地的 我要找在地的食材 我要到食材友餐餐厅来做销位 农业处邀请台东所有餐厅业者 一起来参加征选的活动 共同营造台东健康 无睹的饮食环境 记者潘俊伟台东市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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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